今天呢就进入到我们第三个环节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金药 金药总结的结段 我们再把今天的五个话题呢 陈博士我们一起呢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到的这个 现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俄罗斯现在是力挺印度 同时呢又高调的这个庆祝 海生来的建成160年 让中国让中共的这个面子呢 下不来下不来台 陈博士能不能再把这一段呢 进行一番总结 我想我们很简单的说吧 我觉得俄罗斯力挺印度 这个是反映了国国普京本人 最近的一些基本的政治动向 和他的他要想达到的他的政治目标 所以说目前你刚才谈到了 是不是中国还有就是说 还有和俄国其他的 就是说俄国这么做 对伤害中国人的历史 中国人的感情的事情 是不是还有可疑和俄国 比较强一点的对峙的方针 我觉得他没有这个选择空间 我觉得中共现在面临着基本的全球性的孤立的状态 他现在对俄罗斯 并也不可能引起来 他只有忍气吞声 只有吞下这个苦果 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现在的基本外交地位决定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中共的现在的基本的 他的娱论 包括胡锡进这些投射的基本的舆论反应 和中国政府的基本反应 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想把这个事情极力的淡化 交平 把他和俄罗斯 绝对他不敢正面的对俄罗斯 甚至连印度他也要抚平 也要用钱 用其他的各种方式来抚平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方面 没有什么外交空间可以选择 好的 那么第二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的 就是有关这个现在这些造假 欺骗 这些事件的层出不穷 这构金的这个代考 高考这个代考 还有80吨这个假黄金案 等等 那么这些呢 显示出在中共之下 这个中国社会的一片乱象 或者那也是显示出的这种社会体系 这个信用体系的彻底 崩盘 那么这个话题再请 陈先生呢 进行一番这个助理和解读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反映了 中国整个社会的缺乏信任度 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 非常难以令人自信的地步了 因为我原来从来没听说过 什么黄金这么大规模的 这么大量的 80吨 造假的这种事情 原来没稳守未稳 所以这种 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个的信任度 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人们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信任度 人们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 人们对企业的信任度 统统的都降到了最低点 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一个社会他人无信不利 社会无信也不能利 所以到这样一个地步 是非常危险的地步 特别是刚才说到的顶级高考 高考顶级这个事情 是伤到了中国人的 特别是中国的下层阶级 他们希望有一些 最后的一条通道 就是说通过高考 通过自己的竞争 努力 还能够逐渐地改善 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这批人的 彻底的绝望 这个是引起中国未来的 重大的社会不稳和社会变迁 社会变动的一个重大的信号 和一个不稳因素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题目呢 就是有关这个美中联合 这个同时呢 在南海进行经验 那么现在同时呢 这个中共方面呢 也发出了信号 那么就是呢 想 已经是做好了 这个最后摊财的 包括六个方面的 这个最坏的打算 也有人说呢 这是习近平所做的最坏的打算 那您怎么 我想习近平他们已经做了这个打算 刚才你也谈到过去的中联部副部长 他写出一篇武装 全面的阐止了 中国面临的困境 而他认为 中国必须要做出最坏的打算 我想他说的这些东西 倒是实在的 是面临着这样一些困境 至于怎么样摊牌 我看不出来 他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方针政策 来应对这个局面 只能看出一个总的方向 说习近平先生 他的方向是逐渐的 最多来不了 我就最后闭关锁国呗 基本上是这样一句话 作为他的称敌 也就是说他想到了最后 他也要撑到 我干脆就把国门全关掉 我也能让我的政权保持 至于老百姓的经济生活的下降 整个的社会生活的恶化 这不是他们考虑之力 他只是想的是 所谓的最后的最后的应对措施 也就是保证权的措施 而不是说使得这个社会 能够平常的 还能够坚持过去的 这样一个经济生活水准 和社会生活的 和一般国家的 离得越来越近的这样一个标准 看来这个是 他们想都不想这些东西的 只想是他所谓的最后的 就是说必关锁国 我还是能够表住我的政权 大概就是这个他的最后 好 那么第四个话题呢 我们再看看 就是说刚才说到了 四面出击 八面来风 也是对国内的这种管控是越来越严的 那么习近平先生 本人呢 现在是 所使出的 这些招数 采取的这些行动 是不是就是把 当初的一手好牌 已经是打的是 一干二净 就说已经是 遭到不能再遭 同时他 对于前景 那么你认为他 是不是会感到 他现在这种 出击 是不是意味着 恰恰表明他心里的一种恐惧 或者是一种害怕 我想对 基本上呢 就是说现在 中国的外交处境 在我的判断下来 恐怕是从中共 1949年建政以来 最坏的 最差的一个外交孤立状态 目前的状况 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说他面临这样一个状况 在很大的程度上 和习近平当局 特别是习近平本人 有相当大的责任的 有相当大的关系的 有些事情 如果不是他这样一种 蛮痕的性格 或者说他那个心理状态 或者政治水准 来决定的话 恐怕都不至于走到这么着 很大程度 不完全是所谓的客观必然性 客观的 整个的这个世界大事 中国大事的流程 必然到这一步 不是这样 很大程度上是和他 个人的政治决策 个人的政治智商 个人的那个 基本的心智水准 有关的 也就是说他的出台的这些 整个措施 最后导致了 目前中共 目前的外交态势的如此 恶劣 如此孤立 这个是习近平本人 难吃其咎的 中共最高层 包括其常委也好 政治也好 也难吃其咎的 但是习近平 很明显的 到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来看 从中共内部的反映出来 任志强也好 蔡霞教授也好 很多很多 各个情况反映出来 情况也好 和习近平本人 也有重大的关联 这个关联 解铃还需 距铃人 如果习近平本人能够解除 当然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小 那么他自己 自动的离开这个位置 也许是一个解决这个困局的 起码还能够苟延长长一段时间 中共的一个不二之法 没有其他的道路 现在如果是习近平还在台上 恐怕这个脚锁只能越掏越紧 这个孤立的地位只能越来越凶 我的判断是这样 好 谢谢陈先生 那么第五个话题 请您解读 总结一下 川普总统在总统山的 这个独立日演说的 这个政治意图 我想川普总统在 总统山的政治演说 包括他这个独立日的演说 都反映出川普 总统目前的一个基本心态 是希望能够在国内 前一段时间有所谓的 这样一个 非人命贵 这样一个是运动的一个反弹 用重建美国的建国以来的价值系统 或者我们说的更确切 重建建国以来的基本价值 和保守主义的基本传统 来实现他的 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整合 因为很明显 美国目前的社会状态 有相当大的分裂度 有相当大的 有个内在的混乱 社会心理和社会共识 两党共识都产生了巨大的裂痕 而且是相当极端化的裂痕 他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状况 提到全国美国的建国理念 基本的价值系统 希望重建这个价值系统 来应对他面临的竞选的挑战 我想这是他的基本的政治意图 和政治目标 他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左翼的 left way 对 文化革命 对的 他正是演说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 这和他平常的 就说他所说的左翼文化革命 正在就是想重写改写 美国的历史 想抹掉我们的这些遗产和传统 你怎么分析 对对他就是在我看来就有很罕见的 在川普的演讲里面 带有了相当的意识形态存分在里面了 他要打击左翼的 特别是极左翼的 在美国的意识形态 希望能够重建美国的政治道统 政治话语 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想法 他认为这个是 他能够在往下的竞选中间能够占 主导地位的很重要的因素 好的 谢谢陈克特博士 陈先生的这个精彩的分析和点读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要感谢我们在场的这个网友 我们的观众 在线观看的观众 同时呢 我们希望大家喜欢节目呢 就跟自己的亲朋好友 自己的这个身边的人呢 来收 来分享 来这个一起加入到 我们明镜的节目当中 欢迎大家来收藏 分享点赞 打赏 我们再次感谢陈辉德博士 感谢我们的导播 感谢我们的在场的网友 和观众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观众 谢谢各位网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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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